大家好,我是主播小蜜,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随着世界格局不断发展,风云变化的国际局势也导致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近代以来,许多国家领土内都曾出现过他国军队驻守的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战争的空隙,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和苏联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世界争霸赛。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基于霸权主义思想影响,美国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境内都派驻由美国军队词条,以此来彰显,巩固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同时也更好地监视这些国家的一举一动。 对于美国驻军,许多被驻军国家看法不一,对于弱小国家来说,又强大的美国驻军,可以稳定国内动荡的局势,这使国家政权不再频繁更迭。 对于强盛和平的国家来说,境内有美国驻军,就如同盲刺在背,让人深感不舒服。 需要指出的是,如今在我国境内也有这样抑制外国军队,该这军队已经在我国47年,无论我们如何名利案里的驱赶,这支军队就是赖着不走,这实在是一件前所未见的稀奇事。 如今这支军队,就驻扎在我国首都北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亚洲战场,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结束。 战败的日本为接受世界国家进度,避免重蹈覆辙,被迫裁撤日本军队以及各类军事机构。 在美方要求下,为稳定日本局势和避免再次发生战争。 美国派遣部队进驻日本,至今有70余年。 如今,美国在日本仅有军事设施和基地夺达88处,在日驻军达到36000余人。 而反观另一铃过韩国,该国也要美军驻守。 在朝鲜战争爆发时,南朝鲜就和美国几位军事同盟,美军拥有联军最高指挥权。 南朝鲜独立建国之后,一部分美军依然留住在韩国境内,仍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 随着韩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韩国民众反对美军驻扎。 然而最新的美韩相关协议显示,美军仍可以驻守韩国。 如今在韩美军约有44400人,其中空军12000余人。 当然,像日本、韩国这样强盛发达的国家,自然不希望本国竟能有他国军队驻扎。 可惜美国势大力强,即使再怎么不愿意,却也无可奈何。 对于一些弱小的国家,他们则非常欢迎他国军队来本国驻守。 比如,波兰就有4000左右的美军。 实际上,波兰是将美军看作捍卫自己安全和利益的保镖。 美军不仅能稳定国内局势,还能遏着俄罗斯势力的扩张。 时刻保卫波兰,我会以美国驻军存在这一事件,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读者会答问,为什么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中国? 境内会有他国军队驻扎,而且还是处处针对我们的美国。 事情的缘由还要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逐渐升温并正式开始建交。 然而,美国建交始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该国无论在哪个国家建立大使馆,该国陆军战队都必须派驻进美国大使馆中。 连当年和美国长期对峙的苏联,在美国的强烈坚持下,也答应了这项传统。 反观中国,对于建立大使馆及相关安保工作时,中美双方各执己见。 因为在中国境内的各国大使馆,从来都是由中国军队自己负责安保工作。 美国此举实在突兀。 基于两国关系能顺利发展的目的,中国单独就此时与美方进行了多次深入研讨。 经过多次磨合讨论,双方最终各退一步。 第一,美方军队可以驻扎在驻华大使馆中,但不得超过50人。 第二,美军只能负责安保工作,且中国军人可以从旁协助。 第三,美军只能在大使馆中配备枪支制服等装备。 一旦外出必须卸下所有装备。 就这样,美国这支军队成功地驻扎在我国境内,至今没有离去。 常言道若国无正义,若国无外交。 如果中国还是百年前屈辱的旧中国,一定无法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 只有国家持续稳健的发展,才真正能站立在国际舞台上。 也只有生活在强盛繁荣的国度,人民才能生活幸福。 祖国的发展离不开每位炎黄子孙的奉献。 我们应在自己的行业发光发热,为点亮祖国前进的道路贡献一蹴光芒。 战争是相当可怕的,很多人都好奇如若发生战争。 世界上各个国家一次性能够出动多少战机呢? 具体美国是1.3万架,中国能够有多少呢? 美国能够掏出来的战机数量让很多国家吃惊。 毕竟现在不少国家所有战机数量加起来可能都还没有它的领头。 据悉现在我们国家所拥有的战机总数在1,450架左右。 我们国家也因为这1,000多架战机成为如今的军事大国。 而俄罗斯现有战机数量为3,906架。 俄罗斯和中国分别位列世界第二和第三位。 从这组数据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下结论。 美国国内的战机数量可能是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总和。 我们国家在军事上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段传奇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军事实力极为落后。 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几乎都是二手的。 空军的发展更是零基础。 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阅兵仪式上的飞机飞两遍。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实力也在不断地提升。 中国不再是以前那个一无所有的国家了。 现在无论是在陆军海军还是空军上面的实力都让世界各国惊讶。 即使这个过程当中中华儿女们历经磨难和挫折。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 大家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才有了美好的今天。 不过因为我国实力发展得太快了。 中国人对于我国的军事发展非常自豪。 而外国人也一直惊叹于中国的实力进步。 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错觉。 那就是现如今中国实力已经强大到可以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比较了。 尤其是在我国的五代战机歼20服役之后, 中国最出名的战机当属歼20。 但降20现在指数量并不多。 虽然它一直在生产,奈何其制造工艺相对复杂。 所以速度也比较缓慢。 现在我国使用的大多都是四代战机。 如今国际情势相对复杂。 很多地区之间的战乱不断。 在战争爆发时率先掌握制空权。 就等于比对方领先了一步。 尤其是在中东。 虽然很多国家深知这一点。 但是其本国的经济实力根本不允许他们制造过多的战机。 这时候拥有战机数量越多的国家在战场上越有力。 我国的歼20虽然很厉害。 但是和美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美国一旦加入战争。 可以随时调动的战机数量是13444架。 这是其他国家不敢想象的。 但是虽然我国的战机才有一千多架。 可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了。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世界上有不少我们认为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 事实上他们拥有的战机数量并不是太多。 这些国家或因为美国的制裁。 不敢制造过多的战机。 或因为本国的经济实力不是太强。 所以根本没有钱支撑自己制造这么多的战机。 没有了战机的他们等于在战争中失去了制空权。 中东有很多国家就是因为军事实力比不上大国。 所以国内的领土和主权才不断地被他国掠夺。 战机是大国的玩具一点也不假。 所以中国也相当重视对于战机的生产制造。 中国现在主要使用的还是四代战机以及五代战机。 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加紧研制生产各类战机。 以满足国内所需。 但是坚20的生产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现在我国的另一款五代战机坚31页逐步进入人们视线当中。 凭借着物美价廉的优点,坚31页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